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点课我们学习到了和Case相关的一些命令 那接下来呢我们往下学 把剩下的记住 Resis中的数据类型把它学完 以及一些相关的常用命令 那首先呢我们接着往下学 学习一下我们的List列表类型 List列表类型 那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我们的列表 那Redis列表呢也是简单的一个字符串列表 它按照我们的插入顺序进行排序 那我们我们就可以通过列表添加一个元素 把它像添加到头部啊 或者尾部也就添加到我们的两端都可以 那列表中我们最多存储是2的3是2四方减一个元素 那列表类型呢可以存储上一个有序的字符串列表 那我们常用的操作呢其实刚才也说了 就是像两端来添加元素 或者说从我们这个列表中 你要获取某一段片段也可以 那在列表内部呢 其实它是通过一个双向链表来实现的 我们的Double Linked List来实现的 所以说呢像我们列表两端添加元素 你越或者说获取 获取越经济两端的元素呢 那速度肯定就越来越快了对吧 因为是双向链表 你越在边上越在外边 那获取的速度就越快 就比如我们想获得一个 假如说几千万个元素的这样一个列表 那只想获取在头部或者尾部的十个记录 或者十条记录十个元素 那这个速度很快的 就跟你说我获取一个啊 只有二十个元素的列表中的头部和尾部这样十条记录 或者说二百个元素的 是一样的啊 这个速度是一样的 或者前面前十个和后十个的速度是一样的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啊 就是我们使用列表的时候 它的代价呢 假如说它是通过索引来访问元素 这是比较慢的 那假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啊 举个例子啊 举个现实中的例子 就像我们这个Apple的Watch啊 这个苹果的手表 这不是发售了吗 对吧 那假如说当天有一千个人啊 在我们的三里团啊 像北京三里团 这个大的苹果店 在那排队等着买呢 那这时候呢 店长就出来告诉大家了 哎呀说 感谢大家的有序排啊 有序的排队啊 那现在呢 我们就搞一个这样的一个答谢活动 我想让第486个 用户免费获得一个 我们这个12万的一个 Apple的Watch 对吧 但是你说我想找到 第486位用户 是不是只能一个一个数啊 他这时候在让这个店员 说你从头开始往后数 数到第486个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新用户 那他呢 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 但是呢 你想找到这个486位的这个用户 他只能一个一个数 他不管你排了多少人 他只能从前一个一个往后数 那这种情景呢 与我们的列表的特性呢 就很相似 这种特性呢 就是使用我们的列表类型 能非常快速地完成 关系型数据库 难以应付的一个场景 像我们这个经常也用微信 像微信中的新鲜事 对吧 其实我们关心的 只是最新的内容 那使用我们的列表类型来存储呢 即使我们的新鲜事 可能好几万了 对吧 或者几千万个 那我们想获取前一千个 或者说前一百条 这种新鲜事 那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你要使用我们的列表类型来存储的话 那这种最新的这个 同样的 我们要在两端插入记录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那列表类型的也像 适用于我们记录日志 那可以保证我们加入的新日志的速度 不会受到 假如说你已经有了几万片日志了 不会受到它的影响 那借助我们的列表类型呢 其实我们redis中呢 也可以通过它实现我们的对列的一个效果 那你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我们的列表类型 那接着再看一下 列表类型中有哪些常用的命令 那现在像我们刚才说的 可以向两端添加元素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那像两端添加元素如何来实现 第一个 那如果向左端 我们可以通过l push 可以通过l push向左端 来添加一个元素 那可以一次添加一个或者添加多个都可以 那接着来看一下它的语法 l push 接着可以写多个值 value 这样的形式 但是如果有多个value值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value值 是按照我们从左到右的顺序 依次插入到我们的这个表头 这是插入到我们这个列表的左端 那假如说我们要对一个空列表呢 执行这样的一个命令 假如说我们执行一个 像这种 l push 写成一个 test list 1 a b c 你要执行这样一个命令 那列表值呢 存储的时候 是先把a放进去 接着再是b 接着再是c 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相当于你执行了一个 l push test list 先给一个a 接着sin l push test 再给它一个b 这样的效果 从左到右的一个顺序 把这些元素 插入到我们的这个列表的左端 那如果我们这个key不存在呢 那这时候就相当于 创建一个列表 并且呢 再来执行我们的l push的一个操作 那如果这个key存在 但是不是列表类型呢 这时候就会报一个错误 这一点需要知道啊 那暂时 在我们的2.4版本之前呢 它只能一次添加一个值 那在新版本中 现在可以一次添加多个值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就把这个命令考过来 首先检测一下 首先检测一下这个exist一下test list1 存在了啊 那我们就重新来写一个啊 写一个mylist1 exist mylist1 不存在 接着你看 我们写l push一下mylist1 abt 那它不存在的话 首先先创建这样一个列表 接着呢 再来执行l push的操作 成功 那成功的话 你看返回的是列表的一个长度 证明里边这个列表中有三个元素 那一会儿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如何查看列表中的元素 也可以 那接着再看 我们再l push一下 像mylist1 你再插入一个重复元素 那接着你看一下 是否可以写成一个 cd1 这时候列表中一共有几个元素 对 一共有六个元素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用一下 l range一下 mylist1 0到-1 首先呢 A是不是先被插入进来的 对吧 接着是B 暂时c ABC 再往后是cde 我们的列表的值 是不是可以重复啊 是可以的 包括你插入一个也行 一次插入一个 我再来写一个 l list l push mylist1 写成一个test 也可以 一共七个 你看test 最后插入的 是不是在最上方 这样的形式 这也是我们列表的一个特性 好 那可以在左端插入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在右端插入 也可以 第二个 r push l代表的是 left 那r呢 是不是代表的是 我们的right 向列表 右端 添加元素 同样的 语法呢 和上面 是不是只是改变了一下 r push 就可以了 改变了一下 我们的命令 一样的 可以一次添加一个 也可以添加多个 这样的形式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我们在这里来写 写完之后 这个也发给大家 r push 写上 mylist1 写上 test1 test2 test3 是不是相当于添加了三个元素 对吧 和我们的这个l push对照的来记 其实呢 是不是相当于把第三个元素 添加到哪了 添加到列表的末端了 那第一个元素 a之后的第一个元素 应该是谁呀 来看一下 是不是应该是我们的test1 它是在后端 来添加我们的元素 那现在你先添加的是我们的test1 接着是test2 接着是test3 这样的形式 这是在右端添加我们的元素 和我们的这个l push差不多 没什么问题 好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添加一个重复元素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可以呀 刚才试过了 我们再来 r push mylist1 test3 test4 这是可以的 test3 test4 列表的值是可以重复的 好 也成功了 再来看一下 test3 test4 那现在是不是都是往一个已存在的列表中来添加的元素 那如果说这个列表不存在的话 我们会先来创建 接着再来添加 这是可以的 接着还有一个跟它对照着记的 有一个l push x 就代表 x代表什么呀 exist 存在的话 我们再来添加 它的作用呢是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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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们的值 插入到我们的这个表头 可以通过l push x 但是呢 只能是列表存在才可以 如果这个列表不存在 那这个l push 那这个l push x就什么也不做了 l push x 也是 向列表 头部 添加元素 但是 它们两个的区别是 只有 key 存在 再来添加 好 它的语法 和我们的这个l push 一样 但是需要注意 如果key不存在的话 这时候 它就相当于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来试验一下 再写上一个 先检测一下是否存在 exists 我把它小一点 把它上一点 一下my list 不存在 不存在的话 这时候你看 如果你使用l push x 写成一个my list 停加一个a 停加一个b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是否可以 l push x 来看一下 这个参数错了 一次只能添加一个 这个不能一次添加多个 只能加一个值 一个值 这块语法 这块写错了 只能将我们的这个value 添加到我们这个列表的头部 那接着你再看一下 刚才是不是没有成功 那是因为我们参数写错了 但第二次的时候 你看它的返回值 是一个什么呀 对 0 那0的话代表代表什么也没做没有成功 你可以再先用一下看一下l range my list 写成一个 写成一个0到-1 这是一个空的包括你 exist一下 my list 你看到是不存在的 它不像我们的l push 它会将列表创建成功之后再来添加 这是我们的l push 那同样的我们要再来下一个已存在的这个添加 这是可以的 你看我们先来写成一个l push 先通过l push my list 二写成一个a 这是可以的 接着你再通过l push x my list 二 添加一个b 执行一下这两个命令 那首先呢 这个列表不存在的话 会帮它创建 你看成功 一个元素 列表的长度啊 接着你再通过l push 把这个b也添加进去 那这时候呢 是不是就应该有两个元素了 那你得到一下l range 分析一下 man list 0到复印 一共两个元素 b呢添加到了我们的头部 这样的形式 好 那接着再往下 有l push x 是不是还有我们的r push x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把它拿回来 一样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了啊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r push x 像列表的尾部 添加元素 只有k存在的时候 再来添加 把它变一下 r 那这一块呢 下来之后 大家自己来测试一下 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和我们的l push 对照着来记 对照着来记就可以 那可以来添加元素 那可以来添加元素 同样的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来删除元素啊 对那想删除元素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命令 首先呢你可以从左端弹出我们的元素 可以通过 l pop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prp中的数组 函数中的r push r pop 对吧 l pop代表弹出左端的 它是将 左端的元素 将 列表 头部的元素弹出 那语法呢比较简单 l pop 一下 t 跟上你要弹出的这个列表就可以 那刚才呢我们在这看到了 这个列表中 是不是一共有两个元素 我们看一下 my list 是不是一共有这么多个元素啊 那现在你想得到这个test的值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l pop 来返回来弹出我们这个左端的这个元素 头部的这个元素 那它呢弹出成功之后 就返回了我们列表的头部元素 那如果这个列表不存在的话 这时候它返回的是一个new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直接写 l pop 写成一下my list1 这时候就会得到test 就相当于取了最左端那个值 是不是test 存在的话返回这个元素 那如果不存在的话 返回的是一个new 比较简单 那可以弹出左端的 同样的应该想到 是不是应该有弹出右端的 用r pop 弹出 列表 尾部的元素 语法直接写了r 泡沛一下key 接着直接来实验一下r 泡沛一下我们的my list1 这时候应该弹出的是test4 test4 同样的如果不存在的也是返回我们的nail 比较简单 那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下列表的长度 可以通过l length 它的作用是得到列表的长度 其实呢就是获取我们列表中建的一个数量 那它的语法呢比较简单 l length一下 加上一个key 那返回我们的列表的长度 返回列表的长度 那如果这个key呢 要不存在的话 这个key不存在 就没有这个列表 那接着呢 你看它返回的应该是0 返回的是一个0 直接写 l length一下my list2 应该有两个元素 再来实验一下my list1 两个元素 1有10个 其实呢刚才有12个 是不是弹出俩了 弹出俩之后就剩10个了 那你再来一个不存在的 它返回的是一个0 比较简单的这几个命令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先把这前七个命令 实验一下 了解一下我们的列表类型 接着自己来创建一个列表 向列表中添加几个元素 再来删除几个元素 那之后的命令呢 我们下节课再来说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